《詞曲時期》 《詞指詞》 《詞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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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見這種材料的時候 你很難去抑制的 你会有一种冲动 你会想用它去做什么 我可能比较走运 我遇到了陕西真正的皮影的大师 汪天文老师 所以就跟汪老师的接触里边 就是我了解到很多 可能关于皮影的这种知识 它通过镂空 然后就制造出来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美感 光总是从它那边来 人可能趋光吧 它会带给你更强的一种力量 九重天界是一个 中国传统里面重要的一个宇宙观 它是一个秩序 九重天里的形象 它其实是从天到水 从鱼到鸟 然后中间有过渡 它是一个空间的层级 所以它暗示的东西其实是 所有的时空 九重天实际上讲的是一个 就是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里边的这些动物不是构成了一个有着地近关系的熟练 因为整个宇宙的规则都在发生变化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乐观情绪 而且很动静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藏着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哲学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 但是它里边把这个宿命给打破了 其实不存在一个宿命的问题 九重天其实遇到了很多这种技术工艺上面的挑战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尺寸大 尺寸大它就必须是分块做的 分块做它要求每一块的图案必须能够准确的对接在一起 而在雕刻皮影的时候 你必须用一点点水把它误软 然后才能雕刻 但是受潮然后张开 再收缩回来它们的食层可能就变了 这个错位如果对九重天来说 就会变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能让这个巨大的图像 它们相互衔接的地方能够准确的契合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 这些神话故事 我觉得可能每个民族每个文化的人 他们都会感兴趣 我看我们那种神话故事 我会觉得它中间那些空 它留了大量大量的空 就那些空其实特别迷人 因为你可以去想象它们之间到底可能发生过什么 我们的神话其实给想象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科学跟神话之间好像科学就把神话去魅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说法 事实上可能科学的根子 科学的前进的方向都是神话 神话告诉了科学它们应该前进的方向 来自科学的那些想象的方向都是神话提供的 它是人依特于它自己的身体 它提出来的某种需要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和当代之间的关系 做传统跟当代之间的结合 我认为这种工作方向对今天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刻 我认为这种工作方向对今天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是具体重要的ノ対性行中